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埃及总统赛西置位问点 16日 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发文 完善落实积极声誉支持措施 意见指出 时时好3岁以下应有儿 照护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16日授权宣布对列入清单的一批台独顽固分子等人员实施制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两部门16日发布通知 再次重申严格禁止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 并就加强就业歧视案件审理工作 做出部署 针对口腔种植收费不规范 费用负担重等问题 国家医保局近期试点部署多地医保局 研究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 专项治理工作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日前下达内蒙古 辽宁 吉林等13省区农业生产就在资金3亿元 支持受灾省区加快恢复农业生产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日前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征求意见稿 你规定盲盒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 17日至19日 福建厦门连续三天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公共场所 居民小区等严查进入人员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或24小时内采样记录 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 17日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继续全线停运 西藏交通运输厅16日提示 即日起各司城人员离藏需持三天两检阴性证明 藏已通绿码 在各公路沿线核酸检测点做抗原检测呈阴性即可离藏 近日 应急管理部批准在灭火救援行动中牺牲的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南亭东路站消防员万惠门为烈士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为其追击个人一等工 近日 有网友称上海潜滩出现猴豆确诊病例 上海16日回应称 目前没有接到猴豆病例的报告 疾控部门持续关注国际疫情发展并加强本地监测 16日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史文青受贿非法持有枪支案 一审宣判 被告人史文青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不到位 海南三亚市吉阳区区委书记被免职 当地时间16日 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前一晚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16日18时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预计17日白天 陕西南部 安徽南部 湖北中南部 湖南 江西 浙江 上海西部 福建 四川中东部 重庆 贵州东部和北部 广西中北部 广东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有35至39摄氏度 其中 四川东部 重庆中西部 湖南中部 江西中部 浙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预计 16日20时至17日20时 内蒙古核套地区和东北部 黑龙江西北部 青海北部 宁夏北部 陕西北部 河南南部 苏晚中南部 上海 浙江北部 广东西南部沿海 海南岛 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道大雨 其中 江苏中部 广东西南部沿海 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了大家看 在这里还在暴雨中的 baked风景上 大雨中的大雨中才能暴雨中 小雨中心地 соб偿 独播室 小雨中心地步好 小雨中心地步好 大雨中心地步好 大雨中心地步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